发潜之后的这个行动会造成一定的困难 再加上底下这个视线的本身就比较的不清楚 所以这一过程也一旦遭遇这样大雨天气的时候 和船体的两端各穿过这么一个钢篮 然后以此呢把它这个固定在水里再切割 服务的工作人员呢 其实在今天一大早他们就在反复的下潜 仍然是通过这种逐一摸牌的方式呢 在完成他们的工作 那么与此同时 在现在的这个船的底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的 其实是分组在进行作业 信平提一下 今天除了我们看到的昨天晚上开的这样的一个切割的气孔之外 在整个的这个部位上呢 有多个地方依次在进行 那么它在切割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重点 就是切割之后马上会进行一个 你看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现在选择第二个点 因为现在天气下雨可能有点 工作业呢是依次来进行的 也就是完成一个切割点以后 在进行第二个切割点的时候 需要把第一个切割点来焊接上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个切割点 现在已经是被焊接上这样一个状态 为什么第一个切割点要被焊接上 按照刚才交通运输部的一个 感谢观看